觀眾朋友你好 我們今天說這個事情 可能對那個要吃蚵仔的 不管你是要吃蚵仔煎蚵仔麵線 還是喝蚵仔湯的人 我們娘威 這是國安事件 天大地大的事情 這不是在開玩笑 因為除了對養科的這些人 上下游 包括很多蚵仔桑 在那邊爬蚵仔咳 還是說上下游 在經營這個牡蠣產業的人來講 今年恐怕會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 跟衝擊 什麼呢 蚵仔不容易了 這個不是在開玩笑的 因為從今年看起來 整個蚵苗 蚵仔仔 蚵仔寶貝 這個負育率呢 大為降低 一個科農 講說一磅三十萬鳥的蚵仔 扣進去 回來剩二十萬鳥 十萬鳥不是空的就是瑕疵 就是根本賣不出去的這些東西 為什麼 現在學者呢 眾說紛紛 有人說 這可能是海水溫度越來越高 蚵仔 蚵仔要著床 一定要一定的海水的溫度 可是海水溫度越來越高 另外有一派說法呢 是說海水越來越酸 它的PH值呢 應該要稍微微減一點 可是呢 或許是因為空氣污染的關係 這個PM2.5啊 流氧化物啊 或者是這些有害的物質呢 第一個遮住了天空 第二個呢 導致於海面上的浮游生物大為減少 宥蘭談說 這就是集集燃荷驗導致啦 集集燃荷驗呢 把大量的佐水溪的水呢 通通燃下來 使得出海口這個營養鹽呢 大為減少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更嚴厲的指控 就是說 因為呢 這個蚵苗的富裕呢 絕大部分都是在雲林台西 雲林台西的旁邊 就是台灣一個很大的工業區 是不是工業廢水 廢棄以及其他的污染 導致蚵仔不見了 今天好好來談一下 所謂的蚵苗負育率大為降低 蚵仔牡蠣不見了 到底對現在的這些牡蠣產業 有多大的衝擊 以及該如何面對 怎麼解決 介紹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余令縣 前海養殖協會的理事長 林介郎 主持人 各位觀眾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我剛才說 放三十萬條就是你啦 是 是 正經百三十萬條 存二十萬回來 是 因為來到你如果說 這個不符合對方的要求 是瑕疵品的話 你蓋 因為蓋鵝要死 還有魚要吃 所以你一定要維持一個量 你比較多就大概要三四十米 讓魚吃完存的才是他們的 所以你如果消失雲出去的話 他可能中間的話 他會被砍架 你如果說像今年 如果十一個貝殼 像我 一條我會蓋一塊 十二塊 來到的話 你如果沒有就變成 如果沒有 有的就 真相負的就是說 照說起這個房子 差不多十一塊十二塊 因為七八塊就賣掉了 我今天吃那個 龍山獅子的 那一間鵝仔湯夠好吃 我按六十塊 吃到七十塊 現在吃到八十塊 所以來今年又要蓋鵝了 會蓋鵝 因為我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整個海融酸化來到 我覺得來到 有一個高雄 有一個貼出來 就是說 如果要二十年來 他每天的話 就是說 他的賣料化電廠的話 每天就要抽起海水 五百多萬多噸 還有他的那個 就是氣墊共生的部分 四百多萬噸 一天的話 有一千一百多萬噸 海水做一個輪槓的部分 雙手我們等一下才來 之後 但是我先請教你 那你是今年特別壞 還是以前都這樣 三十萬 你就剩二十萬而已 給你報告 應該是 給各位觀眾報告 就是說 這段已經差不多兩三年 就差不多這樣 以前我以前差不多八十九年 那時候 那時候的使用是真好 真的 你待會都百多米 所以你常常在 有時候說 我們常常在說 老師 告訴你 這些實驗的部分 我們都沒有 沒有把它呈現出來 就是說 來到 是不是有一些問題存在 我以前 現在已經 經驗法則 在使用很合適 現在是怎麼換排氣 所以 而且 一些東西慢慢漸漸出來 就是看 應該有一個外債因素 來影響到 額外負面的情況 這是你說到嚴重性 但是我待會 一定要請教你 你說六輕 六輕在台灣 已經二三十年了 不是說這三年 才開始營運 哪有可能這三年 才會變成賣 待會又要請教你 我們來歡迎 年輕人 剛才是資深老的 現在來歡迎 年輕人 三台 都在插蠻 都在餓蠻 我們歡迎雲林的 柯農 丁建家 丁大哥你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們阿公就開始在插蠻 你們阿公 那時候也做蠻仔 以前比較沒有 以前我們插蠻仔蠻 用竹子插的 插在地上 現在是後面 後面開始綁 真的有跟林靜郎 理事長一樣 蠻仔 蠻仔都沒料料了嗎 就在他 要這麼說就是 七月份 鳳梯過後 有一波很多 再來八月份 東北季風下來的時候 有一波 接下來九月份 到過年前都沒有 以前放苗的話 就是我們都照二十字節氣 白鹿 再來雙降 再一直下來 一直下來 再過來的話 就變成到冬至 至少冬至也要有顆苗 白鹿 有就是說天氣要變冬 對 那個冬山 對 開始大夢開始要拍天氣 就是蠻仔 如果覺得說 哎呦 天氣變冷 像這禮拜天氣要變冷 他會採取一些動作 就是可能會那個 白癮下一代 精子 卵子就會排出 然後就會受精 然後到蠻仔 但是今年沒有了 今年就 颱風季節過後 就等於是白鹿那時候 但是我們通常白鹿的 柯苗不好 會容易裂掉 我們一定要等東北季風 比較冷的時候 才會有大量的殼苗 你當中 那麼多冬 這是剛放的 蠻仔蓋嗎 這是有九月份放的 九月放的 九月放的 所以九月的時候 有割了一割 很大 你看到 就比較大的這一些 比較大的這一些 比較大的這一些 都是屬於九月份的殼苗 等到 其實這一些量不夠 一個科可大概七八個十幾個 站著去一定被人家退貨 因為人家長起來了 一年縮望 蠻仔蓋起來不夠牙 我們一塊旁邊 大家心目都蓋起來 蓋不到牙 會死 我吃蠻仔這麼久 我實在對蠻仔很不上色 所以那個蠻仔蓋 就是你把那個人吃春的蠻仔蓋 還拿回來 用那個把蠻仔蓋 做一棺 再等在那裡 所以那個蠻仔 蠻仔 就是當他受精卵 就會附著在那個科可上面 其實他只提供一個條件 給他附著 別的地方日本也用三八 有些甚至就用塑膠片 他只是提供一個環境 給他去附著 我們去綁他 我們就比較好收成 OK 我知道 所以說一個蠻仔蓋上頭 要幾個十個科苗 附著在上面 我們說最起碼 最起碼 你也要二三十個 你這二三十個 這細片要二三十個 他會互相延結 他會團結力量大 所以他就不會掉下去了 生長的過程 他會一個連著一個 今年你收起來了 像幾個月 今年算 我變成九月份 那牌的材料太少了 再來吃完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等到我們過年 我們說重蠻齋 10我一倍 如果說重蠻齋 刺不下 因為他生長速度太快 因為接下來的環境 很適合他生長 那他掉果的 掉蚵的比例又比較嚴重 因為我曾經也有試過九萬災 放下去追到之前八月份的科苗一樣大哦 再隔一個月去拉起來剩條繩子 原本的科苗 我後來用語都好像在開玩笑 可是我是很嚴肅 所以這個面對蚵仔牡蠣的少子化 就是說你今年到幾月了 六月七月 我們蚵仔就會大 會量的減很多很多 你現在蚵仔只要讓這裡在炒蚵仔 要要多久 因為台南這部分 台南這部分 超級順序就在收生蚵 我們給他的科苗 我們大概八月份的科苗 我們會先賣到台南去 我們自己本身就是 雲林嘉義這一帶的 會比較晚 大月你科苗給他 他大概三月收成科 過年的時候就可以開始收新的成科 三四個月就可以收了 因為他水溫適合他生長 六個月 大家說的都不一樣 他水溫適合生長 我們這邊比較慢 所以一定要拖到農曆的五月份 才能收成 所以定義說 三四五六個月之後 我們的 我們正常在吃的蚵仔會量的大小 會量很多很多 那不是只有價格的牙而已 那可能整個產業都會受到整大的衝擊 現在問題很明顯說 牡蠣不見了 那是誰讓牡蠣不見 兇手是誰呢 歡迎兩位學者 陳大水工試驗所的副研究員 張穎張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晚安 誰可能是兇手 現在都都是嫌疑犯 誰可能是兇手 我先強調一下 其實這兩位大哥 他剛剛講的都是已經是附著後的自備 他們就是講說牡蠣苗 其實我主要研究的是 他們兩位大哥的前四十八小時的那個狀況 我們在學術上面來講 叫做鹽點幼生 鹽點幼生 鹽點幼生 鹽點幼生在牡蠣的整個生活時裡面 它是一個很特殊的時期 因為第一個 牡蠣的他的整個生活時 他唯一只有四十八小時 他可以感應到光線 所以他生了一個鹽點 對 就是在那四十 他準備要附著前的四十八小時 他生出了一個鹽點 然後那個鹽點 他可以感應光線 然後因為這樣的一個生理的特徵 所以他在附著的過程 他可能對光線是比較敏感的 對 然後鹽點幼生的量 理論上我們水裡面鹽點幼生的量 如果充足的話 他們這邊就是採瞄的狀況 如果設定的好的話 理論上來講 因為水裡有 所以他們把副苗器放下去以後 理論上大概都採得到 可是我這幾年的研究 其實我是發現說其實在 因為我在研究的過程 在 我有發現說 其實有一些可能是環境的變遷 或怎麼樣 其實在採瞄的技術上面來講 可能需要一點點的改進 因為他們以前都是用比較古早的方法 現在可能是有一些變化 然後這些變化可能要用一些 比較特殊的技術去應付 剛剛丁先生談得很清楚 他們阿公還是爸爸教他 就是說白鹿二次節氣 白鹿過後 就要放這個蚵仔咳 下去才能夠附著 但是您談到說 現在這個所謂的鹽點幼生 也就是說呢 蚵仔的這個受精卵 要再附著到蚵殼中間這一段時間 他的習性 他的動作有很大的改變 不是有很大的改變啦 就是這一段時期 他目前我是看到在他們採瞄期的時候 會有一些不穩定的狀況 就是有時候可能 可能會 就像現在下雨一樣 有時候可能就是一陣 我們以前有梅雨季節 有一段時間都慢慢一直在下雨 現在常常是 他那個出現的那個風值 就一陣 一個風 然後他們如果沒有很 沒有很精準的掌握到那個風期的話 就是採不到苗 就會變成這樣出現不均勻的 對 他不是很均勻 然後他大出現的時候 我們剛才沒抓到 對 我們要抓的時候 他就沒出現 對有時候是有這樣 我是自己 下描的時間 自己自己有觀察到 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時間會這麼難說 等一下再請教一下張老師 我們再歡迎第四位特別來賓 也是蚵仔專家 昆山科技大學環工所的教授 翁一聰 黃黃老師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誰是雙手 我抓四個 你抓多少 對 應該算八速 來請教 好 這是我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二年到二零一四年 用兩天半的時間 偉特林進郎先生在台西 幫我掛空殼的母乳殼 掛去 十四天之後收回來 那時候一片蚵仔殼 可以附著到一千幾粒 一千幾粒 這十四天裡面 他附著一千幾粒 這有大出的時候 就是春廟 秋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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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用這樣的時間去研究 所以他不是說大出之後 苗大出 有的六生大出之後 他沒掛在那裡 他們掛一兩五月 如果是沒有附著 所以這不是 這不經常 張博士說的 會掛的時間點 這還牽涉到 他附著的條件 就是說 我們的水 海水會比較生 他比較不會附著 所以在 加拿大的研究 是說 PH值 酸鹼值 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 六輕呢 他在 那個 他的 七點公升之後 還有 一些 設備 他的 PH值 教外的統計 有 十七回 超過 低於 PH七點四 那其實是 他如果說 低於 七點八 他就不可以 負走 表示說 那個環境 在 七點公升 開始時候 他 所排放的 水質 上 周遭的海域 低於 標準值 這個不是我 切的 這是 他開始七點公升 之後 一段時間 裡面 工業 是 委託 重大 和中生 工廠去切的 所以這個是 公正的 公正的 那七點公升 這幾年才七點公升 所以他在 19 19 年 所以 他 起風說不定 他就去改變 他的 排油 排那個 排酸 排酸減值的方法 他改變 最近是有 比較好 但是我 在那裡 利用 一檔的時間 用 三代PH值 連續 檢測 二十四點 檢測 檢測一檔 他如果是有時間 會低於 是 低於 母命苗 適而復走的 但是我們說 學士團隊 或是政府 外國團隊 他是一公月 或是一櫃 他去 檢測一次 我是用 PH二十四小時 掛在海裡 所以 翁老師你認為 最大的原因就是 海水的 酸度變酸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他現在改善 改善到 我們家被抓 抓不到他 現在很難再去推 這個部份有改善 但是他另外一個部份 我們不改善就是說 他做六星天海照路之後 他的土地效應 讓六星賣牛工業 市的發併 伊基 南平 侵蝕 侵蝕 侵蝕就是說 海影比較大 會把那種刷掛起來 掛起來 小顆刷 他會在海水裡面這樣噴這樣噴 這樣硬 所以海水比較穩著 對鳥的護肘 也是有不良的影響 了解 我來看看 這個其實對艾甲蚵仔來講 當然是一個很不好的消息 可是剛剛除了說 對於蚵仔的產量 價格 以及上下游產業衝擊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 蚵仔呢 是臺灣很重要的 綜合型的環境生態指標 蚵仔哪壞 很大的意義就是臺灣的環境變差了 我們來看看為什麼科苗 在很多的科農園中呢 是大量的消失 原因到底是什麼 問題有多嚴重 蚵仔針蚵仔酥是臺灣道地美食 臺灣牡蠣產量排名全球第六 產值一年四十幾億 但環境惡化 漲不大難復苗 漁民說 牡蠣數量大減 過去一斤不過幾十元 這兩年一斤高達兩百元 兩個月才這樣子而已 那一 以正常情況來說的話 要有一個指甲片那麼大的 這樣看過去 就大概就 一點點而已啦 這樣看過去大部分都沒有啦 這邊的科苗如果沒有的話 我想這個產業的話 幾乎應該會滅亡 早期工業區還沒進駐 北從新竹香山 南到屏東大鵬灣 都是牡蠣的天下 隨著工業區開發 養科產業限縮在彰化到台南一帶 特別在雲林嘉義 養科是居民最重要的生計來源 50多歲的阿姨到90多歲的阿嬤 他們先將科科打動 再將10到18個科科串成一條 每條工錢四元 一天賺取微薄的三四百塊 是許多家庭唯一的收入來源 阿嬤們串好的科科 是最好的副苗器 每年白露過後 東北季風吹起 牡蠣開始產經排卵 漁民此刻放科串入海 等待科苗附著 採苗期從農曆八月 一直到隔年的二月 但是這幾年 副苗的時間越來越長 苗也越來越少 以前老一輩他們在做的時候 就是六七還沒進來之前 就是這種東西 這種科條放下去大概一個禮拜 就有了 那現在是放下去還要看 看老天爺什麼時候要來 放了三十萬條的科條 只有十多萬條成功附著 像今年的話如果沒有說成的話 我至少要虧兩百多吧 不只雲林台西 彰化芳苑也是一樣 牡蠣的品質大不如前 牡蠣的品質大不如前 牡蠣是綜合性生態指標 牡蠣南腹苗數量在減少 顯示海域出了問題 我們今天很多影像 都是從我們的島的採訪內容 所擷取出來 完整的報導 請大家繼續在今天晚上十點 收看我們的島 對於為什麼 台灣的蚵仔牡蠣的目擊 有一個非常完整深入的分析報導 我們再請教一下林進郎理事長 我們來看 這個產量可不可以談到一個 整個不管是台灣環境的變化 或者是飼養條件的改變 乃至於 我不知道這樣說對不對 天不照尾跡 以前你說應該是白樓過 你就要大出了 現在不大出 我放的時候你不要大出 我沒有放你才大出 還是說我放下去 你也大出了 結果某些條件改變了 使他沒辦法附著 我們來看看 從兩千零七年開始 全台灣的牡蠣就是蚵仔的產量 原本是兩萬八千一百九十九公噸 然後呢 每年有一些大概的一些變化 可是很關鍵的是 如果我們看到是 從二零一二年呢 二零一一年呢 是三萬四 二零一二年呢 掉到只剩下兩萬六 一三年呢 還有兩萬七 可是特別從一四年開始 一四年存到兩萬五 再來一五年存兩萬億 再來一六年呢 還有兩萬二 是不是真的逐年在下降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 這個是直接的觀察 林經常講說 每年農曆八月到隔年呢 是這個採苗期 可是呢現在 就是說你放下去的時間 要越來越久 越來越長了 以前放下去一禮拜兩禮拜 你就可以收了 現在可能要放一兩個月以上 蚵仔細越來越久 譬如說今年 放三十萬條 像春十多萬條 可以富裕成功 富苗成功 不過張穎張老師說 其實科苗的量 沒有減少 也是很蠢 但出現的時間 變得很不穩定了 它出現的時候 你不一定有放 或是呢 你放的時候它不出現 那常常呢 不再採苗季節 這些科苗呢 大量的出現 還是回到那個老問題 相較以前 這兩年 真的差這麼多嗎 這年是差這麼多 我給你報告 就是張老師 他裡面講說 好像說 那個科苗沒有減少 我感到我對這個地方 可能質疑 因為你看你採誰的採樣 是怎麼去採的部分 我告訴你 張老師如果說 他在一個 像我們他就 鎚定那裡在採 但是他如果 看漲潮 如果漲潮 你到漲潮的話 高潮的話 你到這邊 到法位置 那些的 學材一定 刮刮的 來得到一條的部分 我覺得 如果要用一個 對照族出來 你們放不到 是怎麼放在那裡 你也讓我們看一下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這裡都是 差不多平掛式 就是要倒的部分 平的 躺平的 方式 我們這個 王爺秋節 大概看到 十八塊 十八塊 我們是最早 從八月份 到九月份 用的時 心想 就是我們兩倍 一倍 大概是從 去台南 所以他差不多 八月去 八九月去 到四個月 就應該受傷 那不是說你放的這個方式 或是這個為地 有問題 跟主持人報告 跟觀眾朋友報告 就說 因為這個是 都固定在那邊 所以 九年三年前四年前 也是同樣的地點 如果 你如果沒有在同一個地方 的話 你會說 你因為 你時間點 還是說這都不一樣 都一樣 這都固定式 固定的 但是這兩年 那個氣候變化很大 你本來說 沒雨啊 那裡有的 變成這樣 穿盆大雨 變成暴雷雨 這種 天氣的改變 使得苛苗 出現的這個頻率 以及時間 以及行性 有一些大的改變 那不可能 我跟主持人報告 就是說 像這個學材 其實我感覺 那路口也是很少的部分 最主要是說 整個韓英來島的算法 是不是有問題 所以我剛才說的 就是說 他在 賣療 那個發電廠的部分 每天 排放了五百 五百多萬噸的 營化海水 來做一個 把那個酸 洗到 洗到水裡面 你給它想 二十年來 這個都是它的累積量 所以你如果去 環保室來開的時候 你看公司 他們來說說 沒有顯著影響 我也經常說 你用數據表達出來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 像說細節 魔鬼藏在細節裡面 所以一些開發案裡面 他都不願意把正向跟負向 出來 我今天的話 可能對那個工業局 我們經濟部工業局的話 我要提示一些建言 你們看到的話 是你們主負責工業的發展 相對的話 你們後面有沒有配套出來 萬一現在產生的問題 我們沒有看到國家 有一套 那個補償的機制 所謂補償的機制 就是說 你有一天這台 叫學生 這台學生沒有了 你有在一個別的地方 可以再做一個科苗的部分 我所謂的補償作用 就是說 另外一個區塊裡面 我們從來沒有看到政府 但是理事長 我請教你而已 這台湾最出名的 就是第一 你們台西那裡 是 還有接下來就是 自己當酒 當酒怎麼在做蚵仔 沒有 他都是我們 我們世界 我們這些蚵仔 你們大西在做蚵仔 我來 我們再 前 全國的話3分之2 其樂的話零星 七國也是有 Twenty gerek 但是音量很少 你要 объ 一個 سے六斤 那 хочется連七國台南 七國蚵仔仔也沒意義嗎 但是七國 那裡應該是 他用浦鱈牙怎麼到 瀑鱈牙 再來就是我們東北楊雖然是說 風頭水尾 但是那邊經過它洗滴的話 也會知道就是會水掉了 所以老公那邊是蠻堅強的一些鵝 所以到我們到臺南到哪裡的話 都可以生存 是不過張老師剛剛不管是翁老師 或是理事長都談到說 你的說法怪怪的啦 因為他也不認為 這幾十年前就是這樣放 都是這樣讓 享受海水的陽光這樣子 幾十年前都是這樣放 沒有可能說他放的方式 放的時間 放的季節 有什麼大的差別 導致於產量有這麼大的差別 真的是因為所謂的他們放的時間不對嗎 這個我就先解釋一下 剛剛其實他 就是我們對於柯苗的看法 我有剛剛在之前就有講過 他們看的大概都是已經附著的自備 然後我看的就是嚴隱又深 就是他們的前四十八小時 還是在浮游期的那個部分 你可以從這張圖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我為什麼一直講說 我的調查裡面 我發現說 就嚴點又深 他的密度是 就沒有沒有很明顯的減少 就是從這張圖 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大概從二零零七年 一直到二零一五年 這是我每個星期都去調查的資料 在同一個點位 你可以看得到 其實他整體趨勢來講就是高高滴滴 高高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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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張圖是有一點點複雜 在這張圖裡面其實有一個 我是把那個我調查的時期 分成大概三個時期 黃色的部分 圖中黃色的部分 就是大概比較明顯的颱風季 颱風季 然後紅色的部分 就是颱風季一結束 也就是那個這邊兩位大哥講的那種白鹿之後 他們就會開始採科苗 你可以看到 所以在這張圖裡面 兩條紅線裡面包的那個數量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 如果他包的 你看我在十那個地方 特別畫了一條橫線 十的那個地方 特別畫一條橫線 從我的經驗上面來講 你只要那個數量 那個數量 我去看了鹽點又深的那個數量 如果沒有超過每五地方公尺 有十顆母粒 鹽點又深的話 他們採苗的狀況 大概就很差 所以從二零零七年到二零一五年 你看大概其實其中 大概四年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二零零七 接下來就是後面的 後面有三年 連續三年 就非常非常的差 因為你看 可以而且在比較差的那個地方 如果你可以放大一點 你可以看得到 他其實有時候也不是沒有 他只是可能就是很前面 出現一次 然後在很後面 就是看那兩條紅線包的 那個裡面的 那個藍色的那個 那個數量 藍色就代表 他的數量的高低 金金老師聽你講完 我了解 我再說黃色 這個是颱風紀 可能就是國立的八九七八九月 這樣跟八九十 對對差不多 那過完之後 就是白鹿 就採苗期 白鹿就應該要去採苗 要放蚵仔 所以如果我們要看的 就是紅色這一塊 紅色 如果紅色這個mark起來 就是剛好理事長 有去放蚵苗的時候呢 這個藍色的超過十以上 對 大概就紅色 對 低於十 對 欠收 對 大家就心情改壞了 對 可是你看 不是每一次都框得到喔 譬如說二零零七年就沒框到 對 就很慘 然後可是二零零八年 欸 還不錯 對 再來呢 二零零九年呢 也不錯 一零年呢 也還不錯 我一一年應該算很好 這是天時地利人和 但一二一二年就開始壞了 框的時候呢 剛好呢 是很低 這個可能是只有二三 對 可是那個什麼 你可以看到 你現在手指指的這一年 他前面還不錯 前面有一根有凸 有超過 對 不是 不是 就剛剛你指的那一天 對對對 他剛好有一根 有有超過 所以他如果在這一年 他如果在很前面 就趕快放 應該還ok 提前一個月放 對對對 但是後面就比較沒有 提前一個月都要紅胎來 不要放 好好好 不重要了 等一下 那之後大概看到一三 一四 對 都不好 然後都不太好 看起來一五也 一五也不好 一五也不太好 對 那是什麼原因 這個變化 是在這五六年才出現的嗎 還是說 這幾十年來都是這樣 只是說之前 我們的祖先們運氣比較好 都讓他夢對 欸 這個 因為我跟這兩位大哥比起來 我算是非常資錢 他們都是做好幾十年了 然後我是從二零零七年才開始做 所以之前的狀況 我並沒有資料 所以我也不太不太曉得 之前的狀況是怎麼樣 這是一個蠻可惜的 然後我有去查 也沒有也沒有資料 但是就是為什麼說 他有時候會好 有時候會不好 其實從牡蠣 牡蠣 他是他這種貝類的生物 他常常要為什麼會產經產卵 是他必須環境給他一個比較大的刺激 對 不然就是颱風 大水什麼 然後他就會產卵 不然他平常他就是 他可能就不太會產 你給他一個很強烈的刺激 就會產卵 所以有時候在我的觀點上面來看 因為我們最後二零一五年有做一次牡蠣的採苗的預報 從我的觀點上面來看 有時候你天氣太穩定 他反而會不好 因為他就不生 沒有刺激 你如果突然來一場大雨 或來一個很強的封面 有時候這個時候反而是營造 他們後面會採苗的比較好 我這樣理解 如果有錯誤 拜託四位趕快糾正我 而為什麼要排出精子卵子 是因為他受到一些刺激 而以前的刺激呢 通常是因為氣溫 也就是在白鹿這個時節呢 他氣溫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改變 就是變冷了 所以溫度呢 導致蚵仔受到刺激 所以他排出精子排出卵子 但是否意味著這幾年下來 其他的刺激變多了 也許是酸鹼 也許是其他東西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嗎 這個因為我也沒有相關的那個研究 因為你蚵仔在附著的時候 就像剛才張博士講的 變成說他大量的點眼誘生的時候 他是看到大量的點眼誘生 但是我們剛好下苗的時候 剛好東北希望增強 縮度增高 我們附苗也不利了 對 他可能附不住 他也許抽到很平穩的天氣 但是要下一放苗的時候 是要平穩的天氣 不然的話海浪不要把它拍打掉 潮汐會把它拍打掉 所以你沒有附苗的當下 你沒有三四天的好天氣 他附苗是附不住的 了解就是他大出 你風台做到很大 是要怎麼抓的啦 理事長你的理解 其實我剛剛的話 那個那個博士的話 剛剛有談到的話 就是說那個風度的話 最高的時候 為什麼不提前一個月 因為我們我們跟那個 我們下游廠商的話 是連結在一起 我們不敢把這個東西給他們 我請教 我們爸爸 我們阿公 我們的祖公的經驗 已經不太合現在的潮流 落伍了 應該不會是這樣子 我感覺就是說 已經像現在 蝦蚊一樣 蝦蚊一樣 已經現在的話 惡眉被這個部分的話 已經傷得蠻重的 所以人已經 但是說你哪一些科學的 依據出來 對我們也說運 蝦子不贏也說運 但是你這間在這裡而已 對大家的影響是反對的 就是說李偉大的 請一些藝用鞋子的話 在做一些東西 像我在一台 在這台的蝦蚊 就是說你這邊 你請一些團隊 來幫你們做海水監測的話 吉利要請誰 也跟六斤 所以我常常講的話 一個瓶型監測 第三公正 都當作出來 你如果說你弄的 一些東標準值的話 我都沒有啊 到底你們有沒有坐鎖腳 大家不曉得 所以你今天 一個反對的企業 要讓大家相信 就是說公開透明的東西 還要接受第三則的 一個瓶型監測的話 我覺得這個企業 應該要朝著方向的話 才能讓大家的話 相信你這個企業 不到目前為止 一些資訊是比較明確的 第一個是武力 就是蚵苗數量真的是 在這幾年有大幅的下降 那下降的原因 當然就是蚵苗附著在 蚵殼上的數量大會下降 為什麼蚵苗比較少 願意附在蚵殼上呢 一個可能是時間 沒有抓到最高峰 但是抓到那個最高峰 也沒有用 因為也附著不上去 因為就是整個海浪啊 或是沙啦這些問題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是 其實本來以為葡萄牙 牡蠣是葡萄牙的 後來發現這個是臺灣的 這個跟那個歐洲人 很愛吃那個生蠔 同品種嗎 同樣 對對對 這另外一個 不然我們來看看 當然很重要 精子跟卵子結合 受精卵 這個時候呢 就在臺灣的沿海呢 游啊 游啊 游 游三個禮拜 夢妙妙不知道要哪裡去 然後這時候呢 出現一個鹽點 誘生 可能就是受精卵 有一個點出來啦 他還沒附著到科背 科殼嘛 附著之後 他如果出現 首先受精卵要游三個禮拜 游游游呢 當他出現一個最重要的 生命的一個徵兆 鹽點誘生之後呢 必須在兩天內 附著在 黏在科殼上 那如果沒有就再見 塞油呢 黏上去之後呢 才能形成製輩 就小卑鄙啦 之後再經過一年呢 才會成為成輩 那就要久 這可能台灣不一樣 可能半年就可以了啦 這個是整個形成 半年是可以吃的 對 一年才會殘暖 性成熟 對 性成熟 所以我們吃的時候 都是那些青少年的 那個那個鵝仔而已啦 等到大人 可能還要再一年 那我再請教一下翁老師 所以現在最最 看起來這邊沒問題 對不對 現在目前學者跟那個 那個科農都說 這裡沒問題嘛 這裡出了問題 這裡為什麼是出問題 我們來看 這是六清天土以後 他的海岸的變化 這個工業區的北邊 他是朝鮮帶很寬 然後湊沙以後變窄 然後走水溪 一基又變寬 然後他每一年以二三十公分的速度往上一基 所以他變淺了 所以超鮮帶變變沒有了 他的海流就會變強 然後我們看那個藍邊的部分 藍邊呢 他自從他開始天灶路 天沙抽沙灶路之後呢 他的朝鮮帶就慢慢的變小 變小就表示說他那邊有受到 更大的海流來侵襲 那侵襲我們看看 他的面積變化 黑色的是北邊 斜線的陰影的是南邊 所以南邊的朝鮮帶 是變窄 變深 海流變大 那麼這樣子會造成什麼結果呢 我們來看這一張 還是剛剛那一張 黑色的部分是在水頭 就是靠近內陸的部分 他的水流比較緩和 然後我的樣漆的這條紅色的部分呢 因為是在新興工業區的天灶路的外面 他的海流是比較強 我的研究做到一半 就被那個海沙淹沒了 那個我的磕田 我也有磕田 我兩個磕棚 你也磕農啦 嘿嘿 小磕農啦 那你們看喔 水流比較平穩的地方 就是比較靠內陸平穩的地方 他的護肘苗的部分 都衍生於外海 海流比較強的 所以海流強 他第一個 他幼苗護肘不住 第二個護肘住了 他可能被怎麼樣 被刮走 衝走 那這個 所以你認為這跟六青的 塗體效應有直接關係 那當然是他的效應啊 OK 我們再來看看 再來是第二個 第二個呢 我把這個這個數據 跟我同校的同時數老師 還有張穎博士 還有台南大學的 王毅光老師 我們四個人做團隊的合作 然後合作呢 把護肘的苗 有點右苗 然後護肘的苗 跟水質 跟藻類 去做統計分析 那我用一個很簡單的 英國的那個 私地的研究的 Program 6 去分析 發現他跟什麼有關 他跟我們剛剛講的 都不是很強的關係 跟什麼有關 跟雨量有關 那這個雨量呢 如果把它改成 左水溪的 其他的測到 比如說西周大橋的 那個流量呢 他還是最相關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 左水溪的極極藍合液 他把營養源 攔在上面 抽到工業區去 他變成 把營養源拿掉 變成工業用水 然後拿成 變成助來水 那沒有營養 再出來的是污水 磕的藻類是不能用 磕所吃的藻類是不能用的 那如果是 如果是有下雨 他會把它帶下來 那我們再看 我做研究的 二零一二年到二零 今年二零一八年 隱隱的雨量 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那改變呢 二零一二 二零一三 二零一四 他到二零一五 他的十一月跟十二月 是應該有帶一點的雨量 平均月平均 大概百三十一 迷你 那但是呢 二零一七年的十一十二月 月平均只有七mm 所以本來呢 我們這邊台西的母利苗 本來就附著不好了 各種原因 比如說工業污染 海流變強 草葉變草 然後他變成 雨量變少 下的營養源變少 變成是壓垮 漏頭的最後一根稻草 是 也就是說 本來就沒事情 你去擠擠擠 把冬天下的一點點 雨又吸進去 他這裡都沒有了 也就是蚵仔的食物鏈 被破壞掉了 對 所以他們講說 鹽度變高 就是上有的淡水 沒有下來 是 他是海岸的生物 海岸的生物 它的岩度適應在2.5% 但是如果你變成海水 就變成3% 是 意思說 他要吃治療 到底 母粒 蚵仔什麼環境是好的 什麼環境是不好的 水溫 其實也很快 太燙也不行 太冷也不行 最好是多少 二十六度到三十二度 太高不行 太冷不行 可是海水溫度 這這幾年確實有稍微變高 但是也沒有高到哪裡去 PH值是最關鍵的 酸鹼值 蚵仔需要稍微減一點的環境 那個受精率跟胚胎發育呢 是要介於七點八八點零 然後呢 要高過 不能高過八點二 大概是這個PH值中間 那越低當然就是越酸 如果低到七點五呢 就會影響苛殼的成長 鹽度 剛剛翁老師也談到了 鹽度變化 會使得他的耐溫的 那個能力有改變 低鹽度呢 就比較不耐低溫 如果高鹽度呢 就比較不耐高溫 懸浮微粒空氣汙染 PM2.5啦 還是那個硫化物啦 氮氧化物這些有的沒有的 高濃度呢 會阻礙鵝仔進食 減低負苗率 甚至呢 掌蓋牡蠣苗致死 當然還有汙染物的問題 譬如說三丁積息 這個呢 說會導致 牡蠣雌 同體 那當然就是那個排鑑 排卵 這個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這個呢是以前說沒的那個 鑽仔蠣仔啦 說你比較不會拚那個什麼 那個貝類啊 藻類有的沒的啦 但是有毒 現在已經公告禁用 是不是還有人在偷用 這個要再去查 我們再來看看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是真的是因為六輕的 突堤效應 使得所謂的洋流潮流 變得很強 還是是因為污染的問題 還是剛剛翁老師所說的 積極燃核液 把大量的水呢 都拿走了 使得中下游出海口 這個營養炎大幅減少 我們來看看到底問題出在哪 雲林台西沿海屬於潛灘地形 不適合養殖成科 但這裡的海域科苗豐富 是台灣最重要的科苗採集區 全台約八成的科苗都來自台西 從漁業年報來看 2013年開始 牡蠣的產量與產值 年年走下坡 科苗為什麼消失 學者有幾派說法 早期台灣的牡蠣苗 有台南的嘉義的 雲林的彰化的 他們都自己附著苗 然後自己使用 但是後來台南科學園區 跟台南科技工業區 開始運作之後 它有微量的污染路排放 尤其是青核酸 青核酸到海域之後 它會把牡蠣苗的殼 讓它溶掉 不容易形成渴 那當然就沒有辦法覆走 牡蠣的復苗區 其實還是在六清工業區的旁邊 那六清工業區呢 它長期 也是會 它們排煙脫瘤 會有這個 硫酸導入海水 所以 它周圍的海域的 酸鹼值是比一般的海域 低一些 牡蠣排出精卵後 從受精卵到附著的這段時間 有長達三四個星期的浮游期 稱為鹽點幼生 鹽點幼生如果沒有在四十八小時內 找到適合的地方附著 就會死亡 小小的鹽點幼生 對環境很挑剔 包括光線 潮汐 水質的渾濁度 藻類濃度等等 都會決定它的生死 另外也有學者推測 台溪位於濁水溪口南岸 復苗不好跟上游興建 蘭荷燕有關 集集營荷燕 它把濁水溪的水 尤其是生態用水 攔截掉之後 河口的營養量就相對減少 我們如果把集水 那個蘭荷燕 攔走百分之五十 那相對的它的營養也就減少百分之五十 那這個是很明顯的影響 除了水質因素 漁民指出台西海域淤積嚴重 是牡蠣死亡主因 以前這一片工業區還沒建設起來的時候 這邊都是深水區啦 現在這一片 這一片已經都被沙洲蓋住了 蚵苗消失的原因 蚵農和學者有不同看法 但臺灣最重要的採苗區 就緊鄰在最大的石化工業區 是最大的嫌疑 不過張老師我們也來看看 其他學者怎麼樣看待啦 當然也包括科農 姚秋月他說空氣污染 使得日照減少 浮游藻類死亡 那牡蠣沒東西吃 當然產量會縮減 余齡前海養殖協會說呢 就是工廠排放 其實也就是六青啦 工廠排放的冷卻水跟廢水呢 造成複具海域的水溫升高 影響繁殖 劉立蓮劉老師說呢 六青排煙脫流之後的這些廢水呢 使得整個台西的海水酸鹼值變低了 所以會影響科苗 體質虛弱 當然苗就不健康 翁老師說呢 就是極極燃合眼 回到您剛談的那個 您認為說科苗的量 整體量並沒有明顯的減少 只是它出現的時間改變了 什麼原因可能導致它出現的時間改變 其實是蠻複雜的 因為要從源頭開始看 如果源頭它都不產經不產卵 那就一定沒有 然後產經產卵以後 它可能整個輸送的過程中 到底會不會到各位大哥的那個 他們要採苗的那個區域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一個重點 另外其實在我大概從二零一三一四一五 這三年的研究 其實因為我開始除了研究 原點又生之外 我有去接觸一些採苗的一些科名 是 我發現其實有一個還 我看到蠻多科名 他們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 他們所放的那個採苗的那個水層 我個人認為是 不是一個最佳的一個水層 我們從這張圖上可以看得到 這張圖上面其實很明顯 你可以看到橋下的牡力附著它高 比較高 橋的外面就比較低 它的水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只有一個橋 其實在我的研究裡面 因為它最後 我說它要附著之前 它叫做岩點又生 為什麼生岩點 生岩點就是出來要感光的 所以光線對它來說 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一個因子 你可以看到這張圖裡面 光一個橋的陰影 就可以造成一上一下 大概三十公分的差異 你如果在橋下要採牡蠣苗的時候 你稍微高一點還採得到 可是你看在外面的時候 外面像這個比較外面 這個這個地方 你根本採不到 所以其實它另外一個就是 剛剛那個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放太高 太高也不行 太低也不行 你要剛剛好就是放在 他們現在的位置 管道是還要更一樣的嗎 要看有一些 有一些 我發現他們很多的那個 財母立苗 就是我所接觸到的一些 他們很多財母立苗放的那個深度 有點太淺 我個人認為是有一點點太淺 那個很難去自己去控制 因為現在變成說 吐蹄效應 海岸線縮減 那等於整個海岸線在放苗的地方 局限住了 就是沒有那麼多地方 可以去放苗 那為什麼台西市的放苗 很大原因 就像剛才翁老師講的 它主要要有沙洲 其實有沙洲 它才有去幫忙去聚集那些蚵苗 水流來的時候慢慢上來 慢慢上來 我們才有幫忙去放蚵苗 那現在變成說沙洲內宜 沙洲內宜 變成說我們堆積起來的沙越來越高 適合放蚵苗的地方越來越少 那相對性的話 沒辦法 我們只好在高的地方放 盡量把它綁低 那綁太低 就怕沙子來覆蓋死掉 所以其實整個環境 我覺得我還蠻贊同工老師講的是說 吐蹄效應 不要姑且不論說工業區域怎樣 但是很明顯的是 吐蹄效應會造成沙子的掏空 那掏空之後就變成說我們原本 我們原本台系很有名的外山頂洲 那現在整個漂移到東池 那在接下來的話 我們還有以前的那個海豐島 其實原本現在現在台系剩下的這些沙洲 是由海豐島殘留下來的 殘留下來的一些浮沙 下去養殖 因為凸體效應原本六青 你注意看六青的難題那邊 它是一塊掏空 它全部沒有沙灘 是我們現在台系很流行 那個一個地方 我們觀察景點 那邊叫做我們那個活力海岸 那邊那個夢幻沙灘 在我們養殖業者來講的話 那邊是個非常不適合生物生產的地方 因為它北邊是六青工業區 南邊是新興工業區 那海水只能不斷的掏空把沙子往內移 但是沒辦法去補充沙子 桌水溪下來的沙灘不可能去補充 那新興工業區南側這邊是一樣 現在已經到了博子寮 四湖鄉的博子寮這塊三條輪 林錯寮 它已經沒有沙洲可以去呼籲它的科苗 已經是很侷限 而且成科也沒地方養 那現在只到了北港溪出海口 北港溪出海口這段以南的沙洲海戰 那北港溪出海口 現在已經到東石 敖谷失地那一段 所以變成說 原本養殖科苗最大的地方是在台西 但是它的環境已經不見了 不過我們現在大概就是說 問題大概清楚了 那原因是什麼 還要需要更多更多的調查跟研究 那怎麼解決 現在現現就沒有蚵仔知道 接下來就沒有蚵仔 接下來就是會一連串影響到很多人的這些工作 或是產職 我請教理事長 政府現在也知道蚵仔真正不遺 還有拿什麼對策出來 沒有 其實這我有歡迎去職業宿的地方 我有跟報告 我說 我們這一輩子的話 我們這輩子 那一輩子 是不是青龍第二代來做一個接替的動作 我說 如果說 因為整個就是搓殺照路造成的土地效應 寒線的話 晚會每年的發照二三十米 三四十米的那個寒線倒退 我跟大家報告 就說 再十年這個人工負苗差不多沒有 差不多等政了 所以我就說 是不是政府 總是這個 就說 找一個年輕人 你政府拿錢 經費 你錢很多 我覺得發財 打火車 年輕人放下去也是沒有蚵仔 不是 我現在說人工負苗的部分 是不是用人工負苗的部分來做解決部分 部分的東西 人工負苗 人工負苗 對對對 其實這個水灘四眼所已經在做了 但是政府不願意拿經費出來 做這個 輔導第二代 水產試驗所卡到的是計轉問題 計數轉移 那這個部分的話 他其實 以前有做很多的那個人工負苗 人工負苗 就是說蚵仔放在實驗室 不是蚵仔放在實驗室 他已經就像教授 他已經呼籲出那個 嚴點那時候 再去把它放到水龍裡面去負苗 有部分 臺南兵有部分的蚵仔 有這樣試過 所以那個精準 跟那個負育力 就會大幅提高了 但是他們今年遇到一個問題 為什麼 他們有一些病害 所以他們今年跟我買了 六千條的白蚵口下去 效果也不好 要怎樣 哇 我是想說 八十多 比複雜 這是六清 我們常常用的報告 他說 他們的東西 變得多 變得好 那條C線 往上 我們再看第二的 他的學術上 最需要用的 那個生物多樣性 還有一條上升的 所以他說 他們的環境影響很小 但是我們把一樣的素 做魚 用不一樣的分析 這是我的分析 就是說 他抓到的 魚蝦 背類的螃蟹 和蛤蟆 全部 都把它放下 你調查 這是公益局 調查 九十九檔 你出現幾次 他的材料 他的魚 他的物種 出現一次 有一百一十一種 出現 出現 兩次三次的 你看 零一二三的 這百分析 六七十 出現那些 出現那些都是 蛤子來這裡切頭 抓到的 抓到的 研究的老師 抓到的 這表示說 六千 因為百平的遺跡 所以適合的潮艦帶 減少 南平 掏空 適合的潮艦帶 減少 所以他的魚 可以穩定出現的 並不多 是 但是他的報告人 如果這樣說 你看 我做十九檔 魚種 魚種 魚蝦蝦蝦 越來越多 你看 越來越多 但是呢 你要把雍國 他 電廠 開工進行 開工後 到最近 他的 物種 重複出現的 第一階段 從第二階段 重複出現的 像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到第三階段 像百分之二五 就是說 從整體評估裡面 澳洲有人 可以 他說 這個重複出現的比例 非常低 也就是說 這個工業器在這邊 已經破壞整個原來的生態的體系 讓他可以重複出現的物種 變成越來越少了 那 為什麼他的評估會不一樣呢 這當然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我給他看 如果我是用 我最近的研究 在那邊拿 狗三種魚 魚蝦蝦 狗三種 我給他分季節性 他的數量跟物種 都是這樣 有過例的 但是你如果看他重複出現 還是只有一半 表示說 他變動很多 所以 環境影響的評估 那些數字 是你用不一樣的科學方法去分析 讓同樣不一樣的人聽 大家都聽 不懂 是 各公收公有理 所以為什麼 說得直接就是政府跟六卿 要正視這個問題 以及六卿所帶來的影響 不要說 老師說數字看起來很漂亮這樣子 比如說 他海水淡化廠 一開始就承諾說他要去海水淡化廠 但是他用極極燃化的水 用完了以後 促了 好運 他兩百億的導師身份 把他放進去 還會贏 那理事長 某種程度 你如果算受災 政府要做什麼 其實我感覺 衛以籌謀是應該蔡政府他們要做的 其實我還是重複一些東西的話 就是說 在這邊的話 政府不願意 才做這個一個救援的動作 後續的話 怎麼來做一個養成教育 做整個產業鏈的一個延續的話 我覺得到時候可能是 我們看到整個生態上的話 一定是一個重大的浩劫 所以我一定要拜託說 工業局這台 你要拿一個東西 那個什麼做一次實驗的話 拜託把雙倍類的話 納入裡面 因為所有在六親監督委員會裡面 看到的話 我們沒有看到雙倍的東西 所以他六親的話 他敢帶的話 說沒有啊 我這一直在要求他 把這個當地最重要的經濟產物的話 把它納入經濟 他們都不願意 但是我這邊要 要呼籲工業局 或者是說 我們的那個業俗的話 請把這兩個很重要的文革 跟牧力的話 加在裡面的話 才能再呈現出來 他們有沒有因果關係 管政府跟農委會 跟我們做一個完整農業調查 如果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有一些東西的話 他們可能再從數據上 並不是已經 我們靈去營餐 Merci 在電話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四晚间时点 记录观点 守门人 地球四分之一的陆地是草原 草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 以及最让人惊叹的动物 如同有轻公草上飞的草鼠 借历史历聪明的鸟类 风虎 特别是杨红风虎 三月二十四日周六晚上八点 生态全记录 地球脉动二草原单元 就在公共电视 公共电视公开征求新节目 详情请赞 公示官网 或政府电子采购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